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 立法会选举曲中人散 怎样都要讲 今次的选举顺利完成 标志着反华港独的势力 发动的颜色革命是彻底失败 我跟大家讲讲 今次的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 其实又反映给香港我们看到些什么 我们首先讲讲功能界别 很坦白 黄友一向都觉得功能界别的选举 就是小圈子的选举 虽然他们是这样说 但他们又自己玩了一份 在这么久以来 今届他们更加觉得没了道 但实情其实是不是这样 大家看看 今早点票也是功能组别 你想想想 其实连资深立法会议员 钟国斌和张华峰的连任都失败 那其实告诉你什么呢 是不是就代表建制出来投票 完全没有要求呢 说真的我绝对不是这么看的 不过我们另外看到 迪志远在社福界当选了 终于都重返立法会 成为本届唯一一个非建制的议员 很坦白大家都会聚焦在他 他未来的四年有什么表现呢 可以带什么新思维 进去立法会 相信会成为一个焦点 我们都很期待 其实社福界有这么多的漏洞 希望这位新的立法会议员迪志远 真是为香港谋福祉 真是堵塞这些社福界的漏洞 今次的功能界别选举 其实是这么多年第一次 是没有出现自动当选的情况 虽然总投票率是差不多31% 当然那些黄梅 当然做了个有关功能界别的分析 就说在几个传统上 投票率较高的民主派阵地 包括了哪几个功能界别呢 法律界、会计界、教育界、社福界 以及最重要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 合拼成为医护界的 今届的投票率就大大跌了 当然那些黄梅当然是在挑骨头 就说这些界别的投票率 当然那些人不去投票 就是因为要责疑完善选举制度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另一个问题是出现了的 这几个界别好听些说 就叫做所谓的民主派阵地 难听些说 根本就是黑暴和黑暴是同声同气的 就黄道出执 其实这几个界别选出来的 新的立法会议员更加要加把劲 令到未来他们任期内 希望做些实事出来 让他们同行更加觉得他们真的做到事 而慢慢可以说服到他们 好了 接着我们就讲讲地区直选了 今届的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 就刚刚过了30% 那就是回归之后一个新低来的 但是其实这一步又是不是 回归理性民主的重要的一步呢 更重要的就是 投票人数就已经是达到135万人了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数目来的 而不是黄营 好像以前的趋势地说 有成200万人上街地说 正好似官媒说的 百万的港人用实际的行动 粉碎了 谎言和污蔑 这一幕真是很有意义的 有分析就认为 如果要看今届选举的投票率 就应该要看回归之前 1991年和1995年的那两次选举去比较 因为同样地 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社会议题 也没有什么需要市民去表态 其实也是不是林郑 就是我们特首所说的 就说其实今次投票率低 就是因为社会对政府的 满意程度高了 大家自己去理解了 大家都看到 以往选举泛民和建制 通常有所谓的六四黄金比例 建制一向起码有120万 左右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支持 很稳定的 今次的投票人数 已经超过135万了 建制得票也差不多有130万 即是说其实票是绝对没有少到 还要多了 好了 反映了些什么呢 其实反映的事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会见到 是不是以往 所谓的比例制 那六成的黄人 有很多可能移民了 也很多觉得不想出来投票 但是那四成的建制 其实似乎 就真的还多了人 代表了些什么 就是未来 我们新的20位直选的立法会议员 全部都是建制人士 也有很多好朋友 就是很恭喜他们 今次可以连任 或者新进来的立法会议员 大家真的要做好 要更加努力 做实事 让大家见得到 即是六成 那些好黄那些 就不会理你了 有些其实是对政治冷感 或者是淡黄的人 真是希望鼓励到 用你们四年的时间 鼓励到他们 在下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当中更加真的出来去投票了 好了 我们讲一讲 不同的地区直选的结果 20席的直选 全部都是建制的好朋友 入了席 非建制参选人 当然在自己有杯葛的选举下 全军覆没 业满人选 也都顺利当选 民建联不得不提 就真是一枝独秀了 橫数十个议席 更令人有惊喜的意料之内 就是民建联不止赢 还要赢得高票得选 可以说是民计选举力量的大晒 很多连任的议员 真是一直五年的努力 真是没有白费 当中当然包括周浩鼎 得票高达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五票 李慧琼得票得到九万六千票 两位成为了票王和票后 另外李世荣得到八万二千六百票 陈恒彬得到八万三千多票 郑永尚得到六万四千多 刘国勋得到七万多票 陈恒彬得到六万三千票 至于颜文宇也有六万四千多票 同样都是高票得选 民建联今届有两位新人 入到立法会 包括陈鹤峰和梁熙都顺利当选 我们都见到民建联的地区工作 真是受到市民认同 而且吹票力量真是很惊人 票数可以高成这样 就算未改制 议席都在说坐一望二 这个票足以证明 就是民建联的选举机器相当成熟 我们接着就要讲讲工联会 工联会在地区直选 都有很大的斩幕 吴秋北就顺利当选 也是高票当选的 邓家彪也终于守得云开 陈永恩简直是一名惊人 工联会就不单止是竞选达到目标 而且有些是顺利接班和连任的 包括有黄国、陆重雄、麦美娟、郭伟强 梁梓泳出选的选委 以及功能组别都胜出的 邓家彪、陈永恩 又为工会开拓了一个直选版图 一共斩获霸直 好耶! 市民很期待 议会没有挂着搞事的黄色工会组织之后 工联会真在未来 就可以将更多打工仔的声音带入议会 即是能够为基层更加出一分力 好了继续说 有新闻党 就凭着叶刘淑仪、李梓敬 就赢了两席的直选 继续选委会界别的黎动角、容海恩、陈嘉佩 他胜出后豪取五席 我们再谈谈京文联 在梁美芬经营九龙西多年之后 今次就顺利交棒 给了梁文广 梁美芬也在选委成为了票后 加上功能组别的实力 京文联今次得到七席 表现相当不错 最后就去到选委界别 今届新增的选委界别 原本被认为建制派内部的互相施杀 51人增40席 投票率亦都相当高 高到98.48% 打得真的非常之灿烂 尤其是我们今次做了 每位候选人都邀请他们 帮我们拍每人一条视频 我们也是破了我们 HKG报和邦港出声的 就是纪录的剪片 和一周的纪录纪录 不过见到他们 今次选出来的 40个选委界别的立法会议员 真是好像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之前提到 今次的选举不是清一色 简直是五光十色 希望这40位的 立法会议员 大家一定要加油 终于今届的立法会议员 圆满结束 大家的媒体 和各位候选人 真是辛苦了 未来四年 香港全靠你们了 好了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 来到这里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